针对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指责 美国苹果公司售后服务差一事 苹果公司总裁库克日前在网站上发表公开信 向中国的消费者表示歉意 并且承诺改进维修服务 不过苹果电脑对中国消费者的道歉 凸显出哪些问题 请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蒂姆库克在道歉信中说 与顾客沟通不足 而导致外界认为苹果公司态度傲昧 对于由此给消费者带来的任何顾虑和误会 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 信中承诺了四项重大调整 有网友戏称 这是年度最佳道歉奖 是苹果公司送给CCTV的愚人节礼物 自从中央电视台315晚会 点名批评苹果公司售后服务中外有别 涉嫌歧视中国消费者后 央视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 对苹果公司进行了连番轰炸 人民日报更是连续5天咬着苹果不放 给苹果扣上贪婪和无与伦比的傲慢等帽子 最新的指令则是要求苹果公司 接受中国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严厉监管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认为 中共媒体目前放着民众关注的雾霾 奶粉 黄埔江死猪等问题不去追踪报道 却和苹果较劲是别有用心 大陆自由撰稿人刘一鸣指出 如果苹果公司在售后服务方面中外有别 那也是中共监管部门的责任 很顶尖的服务也是做得挺好的 但是为什么到中国来了 它就一方面让中国的消费者不满意 实际上我觉得跟中国的监管部门的不利 也有关系 因为中国的监管部门在得了好事的情况下 可能都会允许上面的企业干一些 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干的事情 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共当局还有另外一个意图 就是中共试图损坏或削弱苹果的形象 以便为国内手机厂商的发展铺平道路 报道认为 拥有7.1亿用户的全球最大电信营运商中国移动 也能够从打压苹果中受益 据报道 为了让苹果向中国移动提供下一代iPhone的具体条款达成一致 双方已经争执了数个月 而拥有iPhone可以令中国移动如虎添翼 华尔街日报分析说 中国移动需要苹果 但有网民指出 中共整苹果是因为苹果手机提供自由上网服务 可以自由浏览国外网站 令中共的防火墙技术完全失效 不过分析认为 中共当局不可能把苹果赶出中国 因为苹果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给中国劳工 如果苹果撤出中国会使许多人失业 新唐记者李韵采访报道 11点لة 10点 Music 12点 tweet 22点 12点